你能保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退缩吗 传说中的泰山崖顶部变色的人是否真的存在 土豪再次发起了胆量测试 只要你能不退缩 就能赢得一万美元 一起来看看 有了金钱的加持下 小伙伴能否抵抗住恐惧呢 首先就是拳击挑战 土豪制作了一个像是弩一样的武器 在顶端放了一个拳击手套 挑战者要坐在对面 弩发动拳击手套会到达面前 看看你会不会退缩 土豪先来挑战 刚坐下拳击手套就打了过来 但是由于距离有些近 直接打到了鼻子上 土豪被打得鼻子发酸 整张脸皱成了一团 抓狂的大叫打中了自己 做好后再次挑战 但再次被打中了鼻子 这下眼睛里全是眼泪 其余小伙伴全都判定为土豪挑战失败 接下来是眼镜哥 当怒发出的时候背下的后退 辫子哥在一边幸灾乐祸 眼镜哥第一次挑战失败 接着来第二次挑战 同样背下的向后退 此次挑战不得分 接着轮到辫子哥挑战 被突然到达眼前的拳头 吓得微微闪退 挑战失败 接下来轮到胖哥 确定好距离后开始挑战 没想到却被打中了脸 真是看起来就疼 胖哥也微微后退 只好重新挑战 这次更加悲惨 整个面部都没能幸免 胖哥也有退缩 因此挑战失败 最后轮到杰米 坐在原地没有退缩 只是眼镜眨动了一下 但被认为是挑战成功 第一轮挑战下来 只有杰米一个人挑战成功 第二轮挑战西瓜掉落 挑战者躺在一块结实的玻璃下面 甜瓜会掉落在玻璃上 只要不眨动眼镜 和做任何事情就算成功 土豪先来 辫子哥和胖哥来了一个接力后 才把西瓜扔了下来 土豪被突然出现的西瓜吓了一跳 忍不住闭上了眼镜 但很快就大喊不公平 要求重新再来一次 这次辫子哥站在高处 直接将西瓜扔了下来 见了土豪一身的西瓜汁 再看土豪这次还是忍不住闭了下眼镜 挑战失败 这次又遭来小伙伴的嘲笑 接下来轮到眼镜哥 西瓜掉下来的时候眼睛也没有眨动 挑战成功 接着轮到辫子哥 西瓜掉下来的瞬间眼睛有眨动 因此挑战失败 接下来轮到胖哥 小哥穿戴后正要爬进去 却发现体积太大进不去 只好将头伸进去 西瓜掉下来的时候眼睛也没有忍住眨动了一下 挑战失败 最后轮到解密 土豪站在高处用西瓜 当西瓜掉下来的瞬间小哥一动不动 挑战成功 截止到目前为止获得了两分暂时领先 忍不住嘚瑟起来 第三轮挑战挑战者要坐在一个纸箱后 从洞里伸出双手触摸电纹牌十秒 面部没有退缩就算挑战成功 土豪先来 眼镜哥举着电纹牌 土豪即便是被电了一下也是面无表情 挑战成功但很快就感觉自己的双手有些发麻 看来这个挑战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接着换眼镜哥挑战 土豪掌控电纹牌 眼镜哥刚坐上去很是淡定 突然土豪按下电纹牌 眼镜哥被电的吓得站了起来 连椅子都被推倒了 一旁的小伙伴有些幸灾乐祸 接下来换辫子哥挑战 小哥坐在椅子上一动也不动 即便电纹牌被暗响脸上也没有表情 因此挑战成功 接着轮到胖哥 胖哥从头到尾没有表情 十秒钟过后立即起身 土豪有些懵圈 一度怀疑电纹牌出了问题 用手触摸后才发现是胖哥实力太强 最后轮到杰米 他能否继续保持胜利呢 小哥也有些忐忑 挑战开始 小哥开始抖动双腿 等到小伙伴启动电纹牌后 杰米背下的大叫并站了起来 此次挑战失败 最后一轮挑战 土豪制作了一个断头台 挑战者把头伸出来后 上面会有刀片落下 只要不对缩就能赢得挑战 土豪先来 他有些害怕 毕竟这可是只存在于传说中的家伙呀 当刀片落下的时候 土豪忍不住眨动了眼镜 此次挑战失败 接下来轮到眼镜哥 土豪现实蹲在一边恐吓小哥 之后刀片迅速地拉了下来 眼镜哥的眼镜 同样忍不住眨动了一下 挑战失败 接着轮到辫子哥 土豪给辫子哥设置了一个悬念 等了几分钟后才放下了刀片 但辫子哥丝毫没有退缩 挑战成功 接下来轮到胖哥 土豪先扰乱了胖哥的注意力 才将刀片放下 但胖哥丝毫没受到影响 最后挑战成功 最后轮到杰米 只要坚持住就能获得胜利 杰米很有信心 果然当刀片落下的时候 眼镜没有眨动 挑战成功 获得了最终胜利 想看土豪还会发起 怎样有意思的挑战吗 关注我 下期见